好了看一下经济上面受到最大冲击的整个通膨 对美国的影响使得低利率的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40年来最严峻的通膨 美国联准会一如预期宣布了升息一码 这是四年来第一次升息 消息一出美国三大指数震荡 但是最后收高 因为这是预期当中的升息 联准会暗示今年接下来有六场会议当中 平均每场都会升息一码 所以还会再升六次 一直到通膨改善为止 美国民众的荷包一定大受影响 除了房贷车贷会变得很困难之外 信用卡的利息马上跟着增加 专家分析或许现在是再融资的大好时机 对抗40年来最严峻的通膨 美国联准会在周三出手升息一码 跟极低利率说再见 这是三年多来首次升息 美国联总会主席鲍尔把苗头指向高通膨和乌克兰战争 已经严重冲击到美国经济 因此鲍尔暗示会在今年接下来的六场会议中 平均每一场升息一码 直到通膨状况改善为止 多数决策者都预见 基准利率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达到1.75%到2%的区间 并在明年爬升到2.8% 而官方普遍认为 经济会在跨越2.4%的时候开始减速 即便升息动作一波波 美国联准会人预计 今年通膨会维持在目标至上的4.1% 2024年也只会降到2.3% 另外鲍尔也暗示最快5月开始缩表 美国联准会亦如预期升息 加上中国大陆承诺保持市场稳定 刺激周三美股在盘中震荡后 中场全面说高 公债殖利率也同步走洋 当局试图用升息来抑制消费者的支出和需求 进而把物价拉回较正常的水平 却也即将影响大众的荷包 首先最有感的就是信用卡 因为信用卡大多采取浮动利率来计算利息 升息之后年利率也会跟着增加 除此之外 无论是房贷车贷还是学贷 长期固定或可调整的贷款利率都会跟着增加 但专家也不会言 现在可能就是再融资的大好时机 至于企业也有动作 不让缺工问题使通膨恶化 美国利息龙头沃尔玛周三宣布扩大侦材 从门市校园仓储市商店到供应链设施 计划在五月之前广招至少五万名员工 咖啡连锁店龙头星巴克 则把一张熟悉面孔请了回来 也就是把星巴克从十一间店 扩展到全球近三万间门市的创办人舒姿 一进退休的舒姿 自愿以一块美元酬劳 暂时回国掌舵 为的是填补即将在四月下台 现任执行长的空缺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